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9月28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要对王岐山的老巢金融领域下手了。 央视新闻报道,9月26日,中共召开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此次被巡视的金融单位有25家, 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五大银行,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上交所、深交所等等,就在公布巡视名单的前一天,9月25日,中共中纪委网站还发布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 标题是,防范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绑架,文章点名,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继宁,在不法金融集团和包商银行的深度腐蚀,深度腐蚀为例下,落实党中央金融工作决策部署时打折扣,搞变通,放弃坚守职责,包商银行隶属于明天系,而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已被习,弄死了,中共二十大即将在明年召开, 在当下敏感时刻,中纪委把明天系银行和不法金融集团并举,并且中共最新这次大规模巡视金融及监管单位,范文之广,是十八大以来首见,通过这些举动,习近平在释放什么政治信号呢? 众所周知,金融领域是王岐山的天下,什么周亮,田惠宇都是王岐山的秘书,他的大秘董红已被抓,陈锋也已交到,海航的陈锋也已交到,司法机关 现在在二十大之前,巡视金融领域就是要对王岐山下手,从巡视中找出各个银行,信托,银监会,保监会的错处,抓一批,再杀一批,那王岐山的金融帝国就崩塌了 左膀右臂没了,只剩下王岐山一个光杆司令,那王岐山不也就像剪断了翅膀的燕子,想飞也飞不了了吗? 那习近平不是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了?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可是最重要的 它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安全,尤其在二十大习近平想要连任的情况下,一定不能出事 现在恒大这个雷已经引发了金融系统的危机,若王岐山借此搞事,导致金融系统崩塌,那习近平连任就无望了 所以习也要盯住房地产在金融系统引起的危机这块,无论怎么样也要把这个盖子捂住,别爆发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国际化这事 现在习近平要搞人民币国际化,要搞垮美元 中共和沙特签了5000亿的石油合同,沙特采用人民币结算 就像美国一样,搞石油美元,现在中共要搞石油人民币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能推行成功吗? 首先是人民币能不能国际化,不是中国想不想推出去 而是别人愿不愿意使用人民币 现在沙特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倒行了 但国际上的其他大宗商品,最主要的结算货币还是美元 别的国家会持有你人民币在国际上买东西吗? 会用人民币结算吗? 海外人民币一共也才3万美元左右 能支撑得起全球巨大的贸易体系吗? 其次,美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大、第三大、第四大的英法德经济总量的经济总和 但是20世纪的时候,美元还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而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即之后的大萧条才建立起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这是因为一战、二战、大萧条、美联储建立 美国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美元流动性 中国能做到这点吗? 若是中国不控制人民币的进出 随意交换、随意流动 那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崩塌了 北上广深的房子卖光 去买美国的豪宅了 只要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受控制的 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国际化 还有美元体系中有的人说 美国获益极大 就是印钱就可以买全世界的商品 但美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就是天量的利差 美元外流、工作机会外流 工厂外流、产业空心化 国内的好些人只想着中国 也可以印钱在全世界买买买 但是人家会拿你人民币 买你中国的房产、债券吗 中国能承担得起制造业外流的后果吗 中国就有这么点可以拿住世界的东西 若制造业也没有了 中国还能有什么呢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9月26日到9月27日 广州第二次集中工地 共48宗地 总起拍价1124亿元 最终结果25宗流拍 23宗成交 成交总价共569亿元 虽然有人解释说 这次工地里太多项目很偏 不过这几年 广州工的地都非常偏 增程重画的地一堆堆的共 大家都抢得不亦乐福 怎么这次就不香了呢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 广州也没有出现 如此大比例的土地流拍现象 这广州的土地市场都这样了 其他城市可想而知 卖地收入只会越来越少 二 澳洲新南威尔市 发布最新政令 对于打过真的或从未打过真的 从12月1号开始 可以自由出入餐厅 club所有户外活动 走入正常生活 从10月11日注射过疫苗针的 先达到70%的场所自由行动 10月18号开始 达到80%的场所自由行动 对于从未注射 对于从未疫苗注射的居民 必须要等到三四个星期后 才能与前面所述的 70% 80%注射疫苗针 所指定的场所 可以自由出入 从12月1号开始 接受过疫苗注射的 和从未接受过疫苗注射的 全部恢复正常生活 3.哈佛大学让MBA 一年级的学生转到网上学习 因为突破性感染 开始增多上升 什么是突破性感染呢 就是打了疫苗后还感染 也就说明 疫苗真的不管用 4.日前以色列政府宣称 第三针疫苗针失效 未来只有接种了第四针的人 才会算作完全接种 以色列人终于意识到 疫苗护照的圈套了 他们开始大规模走上街头 抗疫政府的疫苗护照 疫苗护照政策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